哈喽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定法律顾问世锦斯 这里是UVL Canada 有聊加拿大 如果你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 我主要分享加拿大的移民留学定居生活 风土人情这方面内容 要是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请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也欢迎大家通过私信来和我做交流 这样呢 你就不会错过我的分享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消息 就加拿大的萨斯卡车文省 推出了临时性的移民政策 毕业生申请移民不需要job offer 就可以直接申请了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萨斯卡车文省呢 其实对国际留学生来说 一直也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那么为了支持居住在萨省 受疫情影响的国际留学生呢 萨省的省提名项目 颁布了一项临时性的移民政策 那么它的内容是这样 对于2020年9月1日之前就在萨省居住 并且毕业于萨省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留学生 都有资格申请这项 于2021年3月22号开始实施的临时性的移民政策 它的申请时间呢 是从今年的3月22号 一直延续到今年的9月22号 有1000个申请名额 那么它的这个要求是这样的 那么首先呢 就是在2020年9月1号之前就居住在萨省 并且申请了前三年 毕业于萨省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留学生 第二点呢是申请了前三年内 至少要在萨省呢 累计合法居住到24个月 合法居住就说你要持有有效的临时身份 第三点呢是语言等级 至少达到一个CLB7 如果用英文来算的话呢 就是雅思基里的听说读写4个6分 第四点 申请人是有一个被approved 批准的萨省的雇主工作offer 或者是如果即使你没有job offer 但是如果你所学的专业不在萨省限制的这个职业列表上面的话 并且有自己自足的生活资金就可以申请 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你的这个学习计划的话呢 是不可以申请的 没毕业是不可以申请的 那么关于萨省的留学生的这种移民政策啊 其实也是非常多样化的 萨省的留学移民也通过萨省留学完成学业 取得相关的证书之后再经过萨省当地工作累计一定的时间 最后达到申请条件 从而顺利的移民加拿大 实现这个获取加拿大移民的这个身份的这种梦想 那此次啊 萨省推出的这个不要job offer的临时性的政策 无疑对绝大部分的留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萨省的移民局啊也正在用实际行动为那些啊 因为政策变动而心有余悸的啊 萨省的和外省的留学生抛取橄榄枝 力图吸引优秀的萨省和外省的留学生 毕业之后来萨省工作啊 办理好移民 以后呢 长期的定居在萨省 那目前啊 加拿大的移民啊 真的是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的机遇期 那么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下 加拿大的移民局啊 要完成这个移民指标 可以说移民指标的KPI 压力三大 因为缺口实在是太大了 而缺口这么大 对移民来说肯定是好事情 因为多的就是机会 而且啊 近期啊 加拿大一直都是对移民啊 申请人 抛来一个又一个的利好消息 那么未来啊 加拿大啊 肯定还会有更好的利好政策出现 对于想要移民加拿大的申请人而言 这或许正是一个好的一个契机 那么建议各位申请人 尽早做好加拿大的规划和决定 节目的最后啊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叫家园百科 它是指关注加拿大的网络百科全书 你想了解加拿大的文化 求职教育房产信息 还是想获取有关移民留学签证的权威资讯 你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是市井丝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